金匠導演楊首逸又依最新立作 耗時三年 赤之千萬 天生紀錄由越野跑者山頂郎古明鎮發起 越野一哥周青加入計畫的 中央山脈大眾走最速挑戰 赤心巔峰也是台灣首部 引人為出發點的越野登山紀錄片 從人的努力跟山的登山結合 這種比較極限的故事 是的確比較少 透過這次用電影的方式 然後有文化部的支持 還有很多朋友的幫忙 我希望的確它可以跟這個世界 更多的對話 我們不應該為了金牌 去追求任何一切 我們應該是努力的奮鬥之後 金牌或背後的榮耀 它是被你奮鬥之後所賦予的 那我也是想要藉由這個紀錄片 這個影片去傳遞出 我的心理的想法是 我們不要害怕失敗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奮鬥到底 中央山脈大眾走全長322公里 必須翻越40座百月 赤星巔峰紀錄片中除了有正式挑戰時的畫面 更有事前無數場看以及訓練的過程 包括差點墜落山谷跟溺水 甚至兩人因為觀念不一而發生爭吵的畫面 全都一一收錄在片中 在面對困難的環境的時候 那個當下是很痛苦的 那個就像是全身赤裸的走向極地 你不停的顫抖 但是你沒有任何一刻可以停留下來 那你停留下來就是爭吵然後再爭執 所以這有時候是需要去磨合的 需要磨合 我們人有高山也有低谷啊 我們也會在低谷的情況下 那時候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學會如何下坡 學下坡的那個能力也要很重要 它不代表是你失敗 而是一個處境而已 相差30歲不同世代的兩人 卻有著挑戰極限的赤子之心 最後創下台灣登山縱軸史上 8天16小時又54分鐘的最速記錄 過程採用3D動畫 空拍以及各類的運鏡模式 除了看到壯闊的台灣屋籍 更看到了兩位跑者的堅毅信念 也希望大家能夠跟著他們 同樣跨越各自心中不一樣的大山 這條話長報道